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海关总署宣布 为应对全球猴斗疫情 未来六个月内将对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斗病毒筛减 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尤其针对来自疫情发生国家的入境者和货物 世卫组织已将猴斗世卫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接下来热门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表示 美国司法部错误陈述了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并敦促联邦上诉法院推翻要求其母公司字节 跳动出售TikTok美国资产的法律 TikTok强调其用户数据存储在美国 由甲骨文公司运营 并且内容调整决定也是在美国做出的 最后全球卫生官员确认 瑞典出现了一例猴斗新变种毒株感染病例 这与非洲日益扩大的疫情有关 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个非洲国家 报告了17541例猴斗病例 其中517例死亡 中国目前也在加强对猴斗的监测和防控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将对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斗病毒筛减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8月16日发表声明称 在世界卫生组织后宣布猴斗疫情再次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 中国将在未来6个月内对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斗病毒监测 据海关发布公众号发布的声明称 来自猴斗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 如接触过猴斗病例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肌痛、淋巴结肿大、皮疹和粘膜疹等症状 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 声明称海关人员将会依程序采取措施采样检测 该声明还说 来自猴斗疫情发生国家地区且被污染或有被污染可能的交通运输工具 集装箱、货物、物品应按规定程序实施卫生处理 世卫组织于2022年宣布将猴斗的英文名从Monkeypox变更为Mox 互星期三宣布猴斗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是两年来的第二次此次疫情爆发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病毒感染以蔓延至临近国家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去年9月宣布将猴斗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采取乙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当疾病爆发时 官员可以采取如限制集会、停工停学或封锁特定地区等紧急措施 中国的乙类传染病目前包括新冠肺炎、艾滋病和非典型肺炎、SARS 全球卫生官员星期四确认 瑞典出现了一例猴斗新变种毒株的感染病例 患者曾到访非洲 这与非洲日益扩大的疫情联系起来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已有13个非洲国家报告了17541例猴斗病例 其中517例死亡 这是中国海关第四次发布猴斗筛查政策 第一份声明于2022年生效 去年又发布了两份声明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于2022年9月报告了首例猴斗输入病例 去年6月报告了首例本土病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于去年8月到11月对猴斗感染 进行了4个月的监测 监测期间 共记录了1013例新病例 没有死亡案例 猴斗为一种病毒性疾病 可以通过包括野位动物咬伤或抓伤 体液受污染的物体 或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 在身上会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和农炮病变 大部分病情轻微 只有少数情况下会致命 猴斗疫情目前主要发生在中非和西非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TikTok称美司法部错误陈述其与中国政府关系 美国之音中文网 热门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星期四 8月15日向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表示 美国司法部错误陈述了该款应用程序与中国的关系 敦促法院推翻一项要求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Bite Dance出售TikTok美国资产 否则就面临禁令的法律 TikTok表示 美国司法部在本案中犯了事实错误 美国司法部律师7月26日 在提交给联邦上诉法院的文件中表示 中国所有的TikTok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国家安全风险 因为它允许中国政府收集美国人数据 并秘密操纵他们看到的内容 TikTok星期四表示 该应用程序的内容推荐引擎和用户数据存储 在美国由甲骨文公司Oracle运营的云服务器上 这一点毫无疑问 而影响美国用户的内容调整 决定是在美国做出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于4月24日签署的一项法律要求 字节跳动必须在明年1月19日之前 出售TikTok否则将面临封禁 白宫表示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希望看到中国公司结束 其对TikTok的所有权 但不希望对TikTok实施禁令 TikTok已提起一项联邦诉讼 主张拜登4月签署的该项法律 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要求予以推翻 TikTok星期四便称 该项法律将剥夺该公司的言论自由权 并反驳了美国司法部的说法 及这款短视频应用程序的内容 筛选决定是 外国人的言论 不受美国宪法保护 该公司表示 按照美国政府的逻辑 转载外国出版物内容 例如路透社的美国报纸 将不受宪法保护 根据该项新法 除非字节跳动在期限前 将TikTok进行剥离 否则苹果 Apple和谷歌 Google等应用程序商店 将被禁止提供 TikTok下载 互联网托管服务 也将被禁止支持 TikTok 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中国可能利用TikTok 获取美国人的数据 或监视他们 在该法案提出几周后 美国国会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 特赦委员会新任主席 约翰 穆勒纳尔 张穆勒纳尔 先前在声明中 驳斥了TikTok诉讼挑战 国会和行政部门 根据公开信息和机密信息 得出结论 TikTok对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 构成严重风险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 TikTok宁愿花费时间 金钱和精力 在法庭上抗争 也不愿通过与中共决裂 来解决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立法将得到维持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定于9月16日 就该法律挑战 进行口头辩论 从而将TikTok的命运问题 推向11月5日 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几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已在TikTok上开了账号 并于6月份 表示他永远不会支持 禁止TikTok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Harris 7月在TikTok上开了账号 并将社交媒体 作为其竞选策略的一部分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ing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ord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Society in rhythms bi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